我 小爹 我 我不知道会这样 我只想救他 可是没想到 我会害了皇上 害了小爹 你跟我来 兄长少时最喜读书 凡尘所失失态炎凉 几时他都不屑一顾 如今却为了我 甘愿四处筹谋 落落人心 你细看这些文字 皇上写的是 吴帝弥罗通 他是想说吴帝吗 看 但这绝对不是简单的笔物 原来皇上早就 这本名册 是他为你打下的根基 只有不辜负他的期望 才能对得起 他这一片殷妾之心啊 我知道 成大事 不免要有牺牲 可我只剩这一位好兄长 断断不想再失去他了 我真的不行 那好 原来 你一直把他带在身边 物归原主天经地义 清索 拿好 宇文悠 我 你随时都可以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我不能让你有任何危险 不如我们一起搏一搏 你说什么 一起搏一搏 你要知道 做了这个决定可就 我不怕 难不成 你心中已有妙计 其实 算不上什么妙计 现在这种情况 不管怎么做都会有风险 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的万全之策 依旧是 制止死地 而后生 如果当中有一点差错 就会满盘皆输 不但保护不了皇帅 还会把你我搭进去 所以 我们要有万全的信心 制止死地 而后生 制止死地 而后生 来 清索姑娘 请通病医生 我们夫人求见大总宰 大总宰夫人 清索姑娘请稍等 卑职这就去禀告 清索姑娘请 嗯 清索 拜见姑父姑母 免了 原清索 你不在大司空府 来这里干什么 清索是来请罪的 清索 你这是干什么 快起来 嗯 说来听听 你犯了什么错 我错就错在 忘记了姑父姑母的养育之恩 一心只想着出去 还想要什么自由 可是 那高长公 是靠不住的 而大司空和皇上 也并非是我所想的那样 是宇文雍欺负你 赏了你的心 是我伤了姑父姑母的心 早知你如此不喜欢四弟 寡人大可不必成全这桩婚事 让大司空府与大总宰府都鸡犬不宁 要不这样 你搬回来吧 寡人自会向四弟要修书一封 你再找个人家吧 姑父 万万使不得 清索 你到底要做什么呀 赶紧跟你姑父说个清楚 起来嘛 清索 只求姑父 能够给大司空留一条生路 我发誓 我会听从姑父姑母的安排 探听皇上 跟大司空的行踪想法 哦 还有 我会尽全力 协助姑父 寻找镇魂珠 你竟然敢跟寡人 讨价还价了 清索不敢 我只是悔不当初 我看你八成是听了别人的怂恿 皇上是一国之君 四弟是寡人的兄弟 大司空 谁敢打他们的主意 那不是自取灭亡吗 你还是回去吧 皇上 我不敢奢望 我只请求姑父 饶恕我 放语文雍一马 你不是不喜欢四弟吗 怎么现在倒是阴阴关切 一心护着他呢 我现在才明白 当初姑父将我 指昏给大司空的苦衷 大司空 他的确是个好人 他对我的情深义重 我无以为报 我只想协助姑父 成就大业 跟随大司空隐居生活 辽度残生 隐居 是 我已与大司空商量好 朝廷国家 有皇上和姑父做主 本来就不用大司空操心 所以 像四弟这样心思聪明的 倘若隐居起来 不是太可惜了吗 恐怕 不止如此吧 姑父英明 清索 我肯请姑父收回成命 别让阎婉 驾进大司空府 清索 太晚了 姑父 如果姑父能够答应 清索的心愿 清索 必将竭力协助姑父 万死不辞 后天便是四弟迎娶严婉之日 朝堂上下无不知晓 这亲事是寡人撮合的 你叫寡人如何开口 如果 是严婉 她不肯嫁呢 清索 婉儿的心事我知道 她日思夜想 就是为了嫁进大司空府 眼下马上就要成亲了 她怎么可能反悔呢 我只是说 如果 严婉她反悔 那就不会有辱姑父的颜面 清索 一定会极力效力于姑父 你的心思寡人知道了 去吧 姑父 还不走 是 清索这次回大司空府 一定会为姑父 探出个究竟 清索告退 这孩子是怎么了 怎么突然转性子了 他哪里是转了性子 分明就是看明白了形势 想跟大司空双宿双息 趁机开流 那 震魂珠呢 聪明的话 就不会再找到 真正的震魂珠之前 溜走 清索 阿勇请尝尝 看看婉儿的手艺 可比得上那些 自以为珍茶很香的下人 这真的是茶叶 怎么 难道 阿勇觉得不香吗 就是因为太香了 我实在是分辨不出 这究竟是茶叶 还是鲜花 婉儿姐姐真的茶 大司空自然会觉得分外的香 妹妹这是擦了什么香粉 连说话都带着一股香风呢 圣人说得好 独乐乐与人乐乐 熟乐 大司空与婉儿姐姐 独自坐在这品茶 把我轻锁撇在一边 未免有点说不过去了 嗯 果然是好茶 风景也好 你什么时候转了性子 你不是罪事自恃曲高贺果 不愿与本大司空和婉儿为伍吗 那是因为 我今天去了一遭大肿仔府 所以心情格外的好 你去了大肿仔府 其实也没什么 不过是与姑父姑母 说说家常罢了 家常 是什么家常话 会让妹妹这么开心呢 我不禁想知道 妹妹跟大肿仔说的 是什么家常话 婉儿姐姐果然是聪明 一看就是个大司空府测试的皮子 不过 婉儿姐姐可要好好筹谋 不然 成亲之日 马失前提 可不要追悔莫及啊 你说什么 还有大司空 你也要小心东窗示范哦 远亲锁 好啦 我就不打扰大司空 跟婉儿姐姐的雅兴了 亲锁告退 阿勇 封言封语不必理他 迟早是个祸害 阿勇 婉儿 突然有些不适 能不能先回去歇歇啊 莫不是被轻锁的丫头气到 可能是天气有些湿冷 着了风寒 好吧 请锁妹妹 婉儿姐姐 你刚才不是在陪大司空喝茶吗 怎么现在行色匆匆的想去哪儿啊 碧香 你先回去吧 是 妹妹 坐 我是想知道 妹妹为什么会说我在成亲当日会马失前提 你 难不成妹妹想让我出丑吗 姐姐可是大司空宠爱的人 我又怎么敢呢 妹妹说话就是这样不爽快 都快是一家人了 何必遮遮掩掩掩的 一家人 我可从来都没有把你当成一家人啊 原亲锁 不要以为你是大中宰夫人的侄女 我就拿你没办法 别忘了 我可是大中宰亲自做主 是因为我不肯 大中宰才把你派进来的吧 如果说我到大中宰府走一走 并且告诉大中宰 我会把他交代的事情办好 更何况我已经有了眉目 你说大中宰是会替你做主呢 还是替我 原亲锁 你何苦如此 你对阿庸 并无半点恩情 你 你怎么知道 我跟大司空 就没有半点恩情 还是你一直在心里 暗中蠢度 暗中祷告 想让我跟大司空 没有半点恩情 你 我之前 确实对大司空 没什么感觉 可自从 落入了某些人 跟外人勾结射击的陷阱 死里逃生之后 我对大司空啊 就心生好感 想要跟他长相厮守下去 像宇文雍这么好的男人 我又怎么会拱手相让呢 原来你是对大司空 动了真情 看来 你也并非草木 但是 我阎婉也不是好惹的 你以为 你替大主宰做事 我就会离开大司空府 离开阿庸吗 原亲锁 你也太小看我阎婉的本事了 说得好 我知道 你是堂堂赐使千金 不过 你好好想想 要是我找到大主宰想要的东西 双手奉上 难道大主宰就不会取消你跟宇文雍的婚事了吗 或许大主宰会被你说动取消婚约 可婚约是死的 人是活的 我阎婉可以不要名分 但自此以后 势必如复古之躯纠缠着阿庸 到时候 你只能抱着大司空府测试的虚位子 夜夜寄聊 听我和阿庸一夜声歌了 你 我只是暂时没有找到大主宰想要的东西 可总不成功劳是你的 人也是你的 原亲锁 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你不要太得意了 如果 我把功劳让给你 你就能离开宇文雍了吗 我且骗他一片 等我完成了大主宰的命令 谁敢我 我也不会离开宇文雍的 我会 那 你会去找大主宰 主动请求取消婚事吗 我会去 我不信 信不信在你 我来大司空府 不过是为了完成大主宰交托之事 至于阿庸 我是动了些 但是 我更知道 该如何保命 那好 我就信你这一次 那一天 我路过书房 看到宇文雍拿着一颗珍珠 穿在一串珠链上 我很好奇便走近偷看 没想到 那串珠链 却发出了隐隐的风声 燕婉 只要你能拿到珠链 就大功告成了 什么样的珠链 在哪儿 你穿珠链 就在 圆清锁 婉儿 你不是说身体不舒服 回房休息去了吗 我 恰恰走到这里时 愈发的不舒服 幸好 碰到了清锁妹妹 圆清锁 你今天做的事 说的话太多了 跟我走 我还有话要跟婉儿姐姐说呢 阿佑 宇文佑 阿佑 阿佑 你当心伤了妹妹啊 是你自己进去 还是我请你进去 还不进去 来人 主上 主上 把她给我看住了 没有我的允许 谁都不能放得出来 是 婉儿 可还是不舒服 我马上陪你回房 后天就要成亲了 别累坏了身子 阿佑 可是清锁妹妹她 不必理她 都是疯化 走吧 好吧 你这侄女 倒还是有些性子 只可惜不得其法 事没做成 反倒叫四弟给灌了起来 这丫头是昏了头了 像个眉头苍蝇 到处乱撞 这一下子闯出祸来了 再如此下去 不知道该如何收场 原清锁素来倔强 但不是温婉 四弟看在你我的面上 也对清锁颇为照顾 这次怕是事出有因 莫非清锁真的知道了 什么秘密 四弟不肯让她来禀报 所以找借口 夫君 不如派人去打探一下吧 清锁被关在小院里 侍卫淋漓 怕是进不了她的身 我看 不如这样吧 叫鸳鸯以妾身的名 给清锁送些糕点 亲戚之间来往 也是常事 倒也不显得张扬 还是夫人想得周到 多谢夫君 来 婉儿 阿妩是嫌婉儿今天的妆容衣服不好看 还是 没有 婉儿都看出来你不高兴了 是我做错了什么 惹你不开心了吗 哪里我看中的女人 只有婉儿能教我 教你怎样 啊 本来是好好的一天 都让那个原庆所给搞砸了 妾所妹妹就是那个性子 过两天就好了 何必怪的 来 我陪你喝酒 好 主上 大中宰府的鸳鸯 奉大中宰夫人之命 前来探望夫人 给夫人送来了糕点 参见语文大司空 颜姑娘 有劳鸳鸯姑娘了 清锁身体未央 正在休息 你此时去见她 奴婢不敢打扰清锁姑娘 奴婢等着便是 鸳鸯姑娘 毕竟是扫夫人身边的红人 我也不敢跟上 不过清锁这一睡 怕是要到明日清晨了 还请鸳鸯姑娘暂时回府 待明日清锁病替烧玉 我自会带清锁 到大中宰府去回礼 奴婢不敢 奴婢就此告辞 来 鸳鸯姑娘 你没事吧 腿 奴婢的腿好疼 你动一下试试看 不行 疼不能动 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楚宗官 快把鸳鸯姑娘 送到厢房休息 找太医过来看一看 是 还有 叫人去给大中宰府报个信 就说今夜鸳鸯姑娘不回去了 多谢大司空 夜里一路重失华 鸳鸯姑娘腿脚不方便 楚宗官要派人伺候好了 不要叫鸳鸯姑娘 四处劳动啊 是 主上 鸳鸯姑娘 这边请 这鸳鸯 平时看上去也是一副稳重的样子 怎么今日 倒如此张簧失措 怕什么来什么 没心情吃饭 我出去喝酒 阿勇 都演戏 看谁演得过本宫呢 这可怎么办 虽然假装摔伤留了下来 可看样子 大司空是不许有些见青锁姑娘了 我夫人一再吩咐 要我找青锁姑娘问个清楚 现在只知道 青锁姑娘是被关在一个小院子里 可这大司空府这么大 我到哪儿去找那个小院子 去找青锁姑娘呢 谁啊 是我 我到哪儿去 看样姐姐 青锁姑娘深夜造访 可是有何要事 其实 青锁早就知道你来府上了 可是 我一直被大司空关了起来 青锁姑娘 先喝口水慢慢说 嗯 嗯 姐姐 大司空 他有事情瞒着我 今天终于给我探出了究竟 可被大司空发现脱不了身了 姐姐 这是十万火急 主山河夫人 正是派奴婢过来探望姑娘的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青锁姑娘 你说得清楚一点啊 我 圆圆圆姐姐 我 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该怎么说 可姑母 她对我恩仲如山 我就算拼死 也要帮助辜负姑母的 要是 要是以后真有那么一天 你一定要帮我求求姑母 放过我的夫君 青锁姑娘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说得清楚一点啊 我 我 圆青锁 深更半夜 你跑到客人房里逃了 成何地统 还不跟我回去 我 我不走 大司空 你终究是个奴婢 居然不求得我的允许 就大着胆子与夫人私会 这里可是大司空府 奴婢治罪了 将大司空恕罪 是我 是我自己来看圆圆姐姐的 跟姐姐无关 住口 给我走 走 姐姐 圆圆圆 你放开我 主上 连个人都看不住 再出差错 本大司空 我们不会手下留情 是 主上 还有你 别想逃出去 坏我的事 还真是很累啊 没想到 你倒是个会做戏的材料 这第一步 总算是做完了 鸳鸯为人乖绝 姑母却不是省油的灯 我要是说得太清楚 反倒容易让人怀疑 倒是演了这一出 鸳鸯一定以为出了什么大事 肯定会快马加鞭回去禀告姑母 严婉这一边 以为得到了什么消息 一定会有所举动 到时候宇文户 就会把注意力放在你身上 又猜不透状况 又不敢贸然行动 皇上的危险 暂时降低了 你也累了 早些歇息吧 外面指不定 有多少眼线 在盯着大司空府呢 皇上那边 还是早些联络到为好 一旦出了差错 全部心血可就白费了 我会尽力的 我只有这么一位皇兄 我断断不会让他出事 你今天也累了 早点休息吧 你 你看着我干什么 我脸上有花了吗 我在看我府里深藏不露的女诸葛 清索 你若伤到男儿身 可不知会是个 让我多头疼的对手 我 其实我也没做什么 都是些小聪明罢了 你 时候真的不早了 你再不出去 难免会被他们怀疑的 你再不出去 难免会被他们怀疑的 你我 只是做戏吗 我真的怕再被别人伤害 我真的怕再被别人伤害 但是我不能否认 在我的心里 对你 已经慢慢改观了 殿下 姑娘不能去 让我出去 我一定要找到长宫 姑娘你不能去 姑娘 洛云 长公 你真的去了周国吗 你误会了 不是秦总姑娘 不是她 我知道 你知道 对 我知道 我去了周国 弄清楚了一切真相 只有一件事 还不是很清楚 这个 为什么会在你那里 这 你不说也罢 长公 戒指是夫人给我的 我知道 这是小莲姑娘的东西 也是你最心爱的东西 所以我没敢告诉你 我 我中了妙无音的计 是妙无音伤了我 我本以为 我可能活不了了 所以才拿出这枚戒指 想叫你去找青锁姑娘 你知道 母亲并非青锁所伤 我并不知道 我并不知道 可是我有所察觉 长公 你不要责怪夫人 夫人也是 也是为了我好 你好好养伤吧 长公 我还想对你说一声对不起 是我不好 我上了妙无音的道 在汤里下来迷失心智的药丸 是我太自私 本想这样 就能留住你的心 可谁想到 这样反倒害了你 迷惑你的心智 长公 你要想办法 快点配止血药 不要再说了 天底下没有任何一种玩意好 能够索心 能让人索心的 就只有情爱儿子 求殿下不要责怪云姑娘 她心心念念想的都是殿下 自从云姑娘醒了 就一直喊着要去找殿下 告诉殿下 青锁姑娘是清白的 姑娘并没有要害殿下 我并没有喝下那副汤药 所以 一切都迷惑不了我的本性 我当时 假装喝下了那副汤药 然后去把它吐 原来 你早就已经知道了 当时我只是觉得 汤水里的气味有些许不对 后来我跟踪你才发现 你却见了妙无音 我才知道 汤里面下了 乱人心智的药物 那你为什么不揭穿我 后来见你性情反常 我还以为你是 或许 我只是想发泄一下罢了 长公 过去的都过去了 该结束的也都已经结束了 不必放在心上 鸳鸯姑娘 参见楚总管 鸳鸯姑娘怎么站在这里呢 鸳鸯在府中留宿一夜 不晓得大中宰夫人会不会责罚 鸳鸯想着 还是赶紧告退为事 奴婢告退 请代位禀告大司空 你这伤 要不用过早膳再走吧 主上 果然和主上想得一样 这个鸳鸯匆忙忙地就跑了 更大的风暴 只怕就要来了 当真如此 奴婢不敢撒谎 奴婢见到的就是这些 清锁这丫头 只怕是闯下套天大祸了 闯祸的 不是原清锁 不是清锁 那会是谁啊 是余温雍 是余温雍 他想玩 寡人就陪他玩玩 这里稍微再瘦一点 这儿 怎么会有那么多留白啊 找个好看的花绣上 是 真是让人操心 来 阿雍 书里有什么好玩的东西 让你如此迷恋 连看都不看我一眼 婉儿 你若嫁进大四公府 怕是要治苦的 阿雍何出此言 想我宇文雍 武不能武 朝不能朝 就只会看看书游山玩水 我阎婉的夫君不用上朝 逍遥自在多好 就是 我还在为婚事头疼 哪里让你不满意了 我让他们马上去办 都爱不得他们的事 只是婚礼生的饰品 婉儿还是举气不定 饰品 要说别的嘛 大四公府可能没有 可珍宝饰品 大四公府可是数不胜数 尤其我的书房内 哪一件不是价值练成 你随便看 看中了 拿走便是 真的 当然是真的 这会儿 在我的眼里 谁能比过你呢 那我就找找看 那我就等着看看 什么样的宝贝 才能入你的法眼 好漂亮的珠炼啊 宝儿这个 大四公有这么好的东西还藏着 难不成是觉得宝儿戴不得 戴得 戴得 那明天婚礼上我就戴这个 到时候一定比青所妹妹嫁进来的时候还要威风呢 好 四弟果然威风 参见兄长 拜见大仲宰 兄长怎么不派人通报一声 小弟好准备迎接 不必了 听说原青所又犯了错 寡人过来看看 谁给了这丫头这么大的胆子 肆意妄为 兄长 小弟跟青所只是办了两句嘴 并无大事 兄长何不坐一坐 小弟马上叫夫人出来 慢 不想打扰你们这对未婚夫妻 你们就好好待在这里 哪儿都不要去 等我问清楚缘由就回来 是 兄长请 怎么还没来 清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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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下来 你 怎么回事 姑父 我是活不下去了 您说 发生什么事了 姑父 可还曾记得 答应过我的诺言吗 说吧 宇文雍 他确实找到了真魂珠 当真 是我亲眼所见 如果 姑父还能遵守你的承诺 既往不咎 放我夫君一马 我就告诉姑父 朕魂珠藏在哪里 还用说吗 我是看着四弟长大的 不会害他性命 自会找时机 让他与你双宿双膝 多谢姑父 朕魂珠 他就在 阿勇 阿勇 我心里慌得很 大仲宰他 把燕丸给我抓去来 是 大仲宰 阿勇 여기에 newly 乓 兄长 听小弟解释 onder 兄长 兄长 刚才好险啊 在那种时候 谁能分辨得出 是我手里的 镇魂珠发出的声音 还是阎婉珠链上的 珠子发出的声音 只怕阎婉都以为 是她的珠链上 发出的声音 只要她重计逃走 我按住镇魂珠 声音不再发出 就不会有人知道 这是你我之间的 一招险棋啊 难得你刚才那么镇定 你不知道 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 难得你如此聪明 想出这种一箭三雕之机 倘若宇文户 没有发现破绽 那么她的心思 就会集中在 如何捉拿阎婉一事上 要是宇文户 在阎婉那里发现破绽 以宇文户的聪明 轻易就会猜到 当时镇魂珠 就在书房里 因此 也会把大部分心思 放在搜查大司空府上 相比之下 皇上那边的压力 就会小很多 向来 我宇文户看女人的眼光 从来就没有错误 为什么 早先竟然没有发现 你的心竟然九曲玲珑 现在 就算是拿江山给我还 我也只想把你留在我身边 宇文户 我做的这一切 都不是为了你 你何苦 是啊 我只是你面门仇人的儿子 宇文户 我知道 你所做这一切 都是为了大舟的江山 为了皇上与我 我 无以为报 大胆爷晚 居然得到了镇魂珠 为什么不赶紧告诉我 仙子恕罪 我 只探听到些许消息 不能证实真假 所以 不敢禀报仙子 现在连原清索 都能证明镇魂珠是真的了 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既然 镇魂珠是真的 婉儿自然会双手奉上给仙子 算你识趣 这朱炼就先放在我这儿 随时听我的命令 这段日子 你还是暂时不要回大司空府了 可是 明天就是我跟大司空的婚期了 婚期 你潜入大司空府盗取镇魂珠 还被宇文户察觉 你想想 就算是你这个时候 要回去 宇文雍还会要你吗 宇文户 还能放过你吗 我劝你还是别做白日梦 这 你听我的话 好好藏起来 终有一天 宇文雍是你的 是 炭 主上 还是没有找到颜姑娘的下落 一手下猜测 她怕是出城了 主上 需不需要派人去她的家乡寻找 先下去 是 大种宰果然是气度非凡 此时居然还能坦然自若 稳如泰山 你就不怕本仙子 带着镇魂珠跑了 寡人能安排仙子 理应外合 自然就不怕仙子携带镇魂珠逃走 大种宰还真是信得过我妙无音 要说信得过 倒不如说是寡人和仙子不谋而合 你是想当天罗地宫的公主 而寡人要做大洲的皇帝 不 远非如此 寡人要做这个天下的皇帝 仙子需要一个一统天下的王 而寡人需要一个能打开天罗地宫的公主 这不正是你我之间的约定吗 大种宰威武霸气 我妙无音没选错人 不过既然大种宰如此英明 那大种宰倒是说说看 这珠链上珍珠无数 到底哪颗才是真正的镇魂珠呢 仙子有何高见 当初大种宰把原清锁放置在大司空府 无非是想要查找镇魂珠的下路 现在镇魂珠已经在手 那就没有必要再留原清锁在大司空府了 大种宰何不将原清锁带出 辨认出真正的镇魂珠之后 杀无赦 免留后患 怎么 大种宰还想留着原清锁 如今大种宰震慑朝纲 是大周朝堂的管理 或许不急于打开天罗地宫 可镇魂珠与离商界近在我手 我可是有些迫不及待 谁 谁 到底是谁 为何大种在府里 会有人有如此好的身手 你是谁 为什么闯进来 有谁啊 来人哪 快来人哪 快点来人哪 不好 来人哪 快来人哪 不好哪 快来人哪 看到 叫人 好好安排后属 是 你快想想办法啊 世上的工人都已经死了第三个了 今天太阳区给奴隶的鬼话是 前面两位世上死去的工人都是报名 可为什么报名太阳医们都不肯说呀 你哄不住口 退下 罢了 从今日起 不必是山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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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万不可啊 皇上 朕 不想认识不过的人 再为朕去死 皇上 可这善事 退下 皇上 都退下 朕与永恶 霸仙照照 只是将朕向死路上的离 皇上 皇上放心 大司空 此时一定 在筹谋救援皇上 至于膳食 朕才一定能找到 无毒的膳食 四季 也有他的很重要 更何况 他还有倾所要照顾 朕丽 小心啊 别把帕子捡坏了 放心吧 这点小事 我还是会做的 陛下 你说 这帕子绣得这么精致 但是 会不会是我以前的手艺啊 这帕子绣得是十分精致 不过呢 是不是夫人的手艺 奴婢不知道 这中央的缝线 是主上的手艺 婢倒是清楚 你说 这帕子是 宇文妖缝的 是啊 主上那叶 拿着针线 就像奴婢拿着刀枪一样 横冲直撞 不知道被扎到多少次呢 缝到了很晚 奴婢看到 都要笑死了 可是 我还是没能想起自己的身世 到底怎么办 可大中宰府的监事这么严密 难不成 就真的与皇上通不上消息了吗 婉儿 你怎么回来了 阿玉 你是不想见到我吧 婉儿 你这说的什么话 你不必对我抢颜欢笑 也不必对我说这些话 你心里怎么想的 我清楚得很 我怎么都想不到 我一心都在你的身上 可我在你的眼中 不过是一枚棋子 你为什么不反驳 如果你反驳 我说这一切都不是你的安排 也许我心里会好受一些 婉儿 我劝你还是快些离开这里吧 这里到处都是大中宰的细作 万一 你不必担心我 我没有性命之忧 可何况 你也是嘴上说说罢了 什么时候 你真的担心过我 婉儿 即便你对我这样冷漠 我还是忍不住要喜欢你 忍不住想把你抢到自己身边 你忍不住要跟原青所争锋吃错 我为了嫁到大肆功夫 为了跟你长相厮守 我什么都愿意去做 可到头来 竟是这样的结局 但是 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婉儿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好 那我说说该说的 我想来想去也想不明白 原青所 为什么会那么轻易地告诉我 这魂珠就在你的手上 而你 偏巧就那么不小心 将阵魂珠放在书房 那么轻易就能找到的地方 我现在才明白 这都是 你宇文庸和原青所设的局 为什么原青所在你心中贵如珍宝 而我在你心中却渐若尘土 不 而又不喜欢我也就罢了 为什么还要养奉阴违 答应那我入府 婉儿 你扪心自问 你嫁入大司空府 只是因为喜欢我吗 那原青所和常 不是为了完成大中宰的命令 不是 我本想 嫁入大司空府以后 就是你的人了 以后生死相随 再也不会出卖你 可是阿勇你 爸 这里本就是是非之地 你要是嫁给你的 也是所托非的 我知道你的心 可我的心 已经由不得我自己了 婉儿 听我一声劝 与其留在这里受苦 倒不如离开这儿 去过你的太平日子吧 宇文庸 宇文庸 你就这么绝情吗 你就不能试着喜欢我一下 一下也好 我说过 我的心 已经由不得我自己了 你还是走吧 宇文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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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宇文庸 在你心里 真的就那么一点位置都没有吗 若生在太平之时 或许可以任你做个妹妹 可现在 婉儿 你只能怪自己所得非人 好 我倒要看看 你跟原青所 是不是能双宿双七 过上好日子 是 主上 去宫里打探消息的人回来了 打探到什么 咱们的人在各个通道 都守护了两三天 宫里一点消息都没有 皇上身边的侍卫都换成了 大仲宰府的人 主上爱慕的人 根本靠近不了皇上 这个宇文庸 对了 主上 我刚才好像看到颜姑娘 往后院去了 这是 糟了 颜婉儿 你 夫人 你 告诉你们家主上 明天让她一个人 她在镇魂出到碧若牙来见我 那里是山崖 我若看见别人 就把原青所 推到山崖下去 走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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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上 夫人呢 夫人 夫人被颜婉劫持走了 她说 让你明天一个人 带着镇魂珠去碧若牙找她 原青所 你不是很得意吗 你有没有想过 以后有今日 是 等一会儿你的宇文雍来了 不要当着她的面 杀了你 你认为 宇文雍有那么蠢吗 她是不会来的 怎么 你是说你的命 不值得大司空 到碧若牙来一早 还是你判死 不想让她来 我的命 本就不值什么 现在镇魂珠已出现 我的命 就更不值一提了 宇文雍府里的女人无数 她又怎么会为了我 孤身犯险呢 住口 你已经得到了宇文雍的心 她为了你 甚至可以不惜一切 你还在那做出一副 落落管欢的样子 真是让人恶心 看到了吗 这是一包上等的迷药 只要阿庸能来 我就会把她迷倒 然后把你推到山崖下去 我就可以和阿庸 过上双送双飞的好日子 想跑 没那么容易 你今天死定了 严婉 你这是何苦 你已经是众矢之地了 现在 还在这里 堂而皇之地挟持我 难道 你就不怕被人知道吗 就是你这张楚楚可怜的嘴脸 迷惑了阿庸 我今天 要画画你的脸 宇文雍 少骗我 我在这儿 严婉 就算你画画了她的脸 我也会一辈子说在她身边 照顾她陪伴她 你果然来了 严婉雍 你快走 她设下了毒计 就算你来 她也不会放我走的 你走 我就杀了她 你就这点伎俩 伎俩 你可知道我叫你来此的目的 我知道 你要我用镇魂珠来换青锁 你放心 我没带任何人来 宇文雍 你还不快走 你 可要换她 镇魂珠不再大死空腹 就算镇魂珠真在大死空腹 事关天下安危 我也不会拿镇魂珠来换青锁 不过 我人在这里 随你的便 你 你这是何苦呢 你给我住口 宇文雍 你竟然为了这个女人 连自己的命都可以不要 那你呢 你口口声声说你是真心喜欢我 为了我可以无怨无悔 可这个时候 我宇文雍加上一个镇魂珠 才能换一个原青锁 看来 我在你心里也不过如此 不是的 既然不是 那我相信 你放她走 除非你跟我走 我是不会跟你走 要杀要割 我都会跟她在一起 你 怎么 下不去手 看来你的良心 还没有坏到可以灭天绝地 静锁 你们两个 居然联合起来骗我 你咬的是我 放她走 云文雍 要走一起走 她现在已经疯了 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静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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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太bst 静锁 también 嘘 想死 静锁 然后 醒了 怕 这 肯定是 这種 你ch 让我这一世 让死 小脸 清索 清索 玉闻药 你 你赶紧放开我 你 你没有必要陪我一起死 你以为我没有想过要放开你吗 可是我做不到啊 你记不记得 我跟你说过 如果你不信天 那么你可以相信我 你可死我也不会放开你 清索 抓紧我 可是 值得吗 清索 我知道 我只知道 你把我变成了一个傻瓜 我已经不知道该怎样计算是否值得 你就是有这样的本事 让我明知道不应该 可是却没有办法 玉闻药对不起 我总是让你生气 现在还连累你跟我一同赴死 对不起 我怎么能害死阿勇 这里是高路线 定要下去闭死我 不许 我要去救她 我要去救阿勇 秦聪 你终于醒了 有 我们活下来了 太好了 我们 我们活下来了 我们 我们没有死 你刚才叫我什么 幸亏崖下是一片湖 山崖上的树又帮我们挡了几下 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我还好 你总是问我受没受伤 你受伤了吗 你受伤了 你别动 用这个 你舍得吗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有什么事情 比你的伤还重要 还伤到哪里了吗 我看看 啊 清索 你知道吗 如果这是一场梦 我宁愿永远都不要醒来 我终于知道 在你心里有我的位置了 我 我 我不值得你这样 值不值得由我说了算 冷吗 嗯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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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